大家好,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三 今天所有好友都很快樂,所有淡友都很不快樂 原因是美國有持平的作用 大家覺得美國聯儲部不需要再加息了 開始會在這裏 沒有的,我一直都很久都已經說 從6月左右開始已經說 你美國聯邦儲備的英什麼呢? 有什麼很英呢? 沒有得很英的 因為你現在的實質利率已經站在你這個通脹之上 約2.5% 如果你按照經濟學理論的話 通脹一定會低下去的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M2是不能增長的 現在根據愛因斯所說的 這就是所謂的 就是講銀子這個人的大師之一 他就說通脹是一個貨幣現象 你多發貨幣就有通脹了 所以在這裏面說 如果M2已經在下跌的話 你自然就會沒有通脹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通脹 如果是一個是食物上面的通脹的話 跟銀子沒有關係的 你農業失收 那你就一定會有通脹 那不是價貴嗎? 是吧? 那譬如當你那個是 這個中國的話 說多了有系統的養豬 那些豬已經不是養在豬籃裡 已經養在豬工廠那裡 是二十多層樓高 都是用來養豬的話 那你又發豬瘟啊發盛 那些東西的可能性小了 那之後豬就煮得舒服了 吃得好了 衛生了 清潔了 那自然而 那你那個產出就會多了 所以豬肉價格就會下跌 那我總是不明白 那些人為什麼會說 啊中國豬肉價格下跌了 就會通縮了 那我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懂不懂經濟的 如果當你那個早餐錢 從現在的三十多元 跌到三元 你很開心嗎 你很開心嗎 你很開心 當然 你人工不見了三成 你就不開心了 如果人工能夠維持住 而其他物價 是下跌了的話 這個叫做通縮嗎 這叫做幸福生活 阿哥 是不是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真的 我都不明白 很簡單 不要說那麼多 說回股票 北水呢 這些東西又出出 前日出多了 昨天 是入少一點點的 那以為市會跌下去 那些砰一聲 是因為 美國通脹不升 那美國通脹不升 那其實這個應該預期到的 那人們都會預期不到 那預期不到 那預期不到 就預期不到 那時的硬碟 那麼 保險的底股 煤炭 也是可以升 那之後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我看看銀行 銀行在這裡 會升到0.87% 0.8% 然後 然後看地產 地產還會升高 那應該是1% 那為何地產會升高 那地產會升高 那應該是1% 因為你減息的時候 有些人可以買到樓 真的嗎 現在我們再去歧視,我們再去看看,我們再去看看過股 過股當然是一片紅,全部都很好,順特三密 以前的時至中升到,今天會跌下來 他不是買減肥藥說是很好嗎? 減肥藥說是很簡單的,我有一種減肥藥一定很好 那樣東西叫膠紙 你每到這個食飯時間,你就把口封滿膠紙 三天之後,你必定減肥 減肥就要管好你自己的口 不要那一頭吃皮豬肉,那一頭吃減肥藥 好了,我們看看之後,看看港股 一邊都是這樣說的,昨天都已經說 最重要是不要跌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不要跌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你之後就會好上去 我們看看昨天的時至中 昨天是收起17402 而昨天,保利加通道中軸 是17401,不是差很遠的 不是差很遠 所以又是很差的,那些人就整著起到給你 到今天,如果你需要搜到中軸 就彈了上去 彈了上去的時候 之前也有說過 很簡單的 第一件事,我們要看這個位置 首先要看這個位置 升不升穿了 不行的,差一點點 還有,一定要升穿這個 保利加通道上軸 保利加通道上軸 現在這裏應該是升179 17974 17927 差一點點 最高位置是17953 現在174 所以升高了一點點之後 要下回來 一定要保持這裏 在其次之後呢 就要看升這裏 首先,就是 好友革命上未成功 仍需努力 那明天可能怎樣呢 如果不好仰的話 就要下回來 調整回 0.382 或者0.5 這樣 下回來 就是今天的最低位 這裏 今天的最低位這裏 是178 大約是100點左右 那這裏 上面這裏 今天是否做粒十字星 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就需要後日 繼續發力 湧上去 成交 現在來到這裏 已經有了這裏 那估計加上下午 成交應該是多於昨天 應該會有這裏 那就變成了跌市成交 少,升市成交多 就very good 好 接著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次留意是 崑林能源